和老大哥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一样 都喜欢强调爱民如亲形象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本月两项时 却不时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到底谁胆大宝天惹闹了金正恩 据北韩中央电视台报道 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29日召开扩大会议时 总书记金正恩严厉斥责官员 在防疫工作上消极不作为 为国家和人民安全造成严重危机 报道中只见金正恩怒气冲冲朝台下 以及四周的官员炮火全开 台下的官员都只能低头听讯 不过报道中并没有详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让金正恩怒气大爆发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一年多来 北韩官方至今仍宣称无人确诊 而世界卫生组织29日表示 其194个会员国当中 仅有5个会员国尚未开始疫苗接种工作 北韩就是其中之一 韩联社引述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指出 29日的会议中 金正恩批评负责官员 在落实劳动党为国家紧急防疫工作 做出的重要决定时 消极不作为 干部的无能和不负责任 是妨碍贯彻重大决定的重要因素 金正恩的重要助手 妹妹金玉正 绯闻女友雪松月 也一一上台帮腔 北韩官媒近日的报道中 不断强调金正恩的忧国忧民 还透过镜头展露他销售的模样 对于北韩官媒炒作 金正恩变瘦的新闻 专家指出 这可能是刻意在 北韩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以酷肉计的方式 来表现出与民众共度 粮食危机的牺牲 自从中国2020年初 爆发新冠疫情之后 北韩就开始实施严格边境管制 而且至今都宣称零确诊 不过南韩及美国官员 都表示怀疑 经过一年多的边境严格管控 加上洪灾国际制灾等因素 北韩目前面临见证 前三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粮食医药都面临短缺 食业及无家可归的人民 也不断增加 据超中社报道 金正恩19日在会议中表示 任何人都无权袒护 不由国有名 只保官位的干部 今年2月 他才罕见公开动怒 占红了脸拍桌努马官员 要他们为经济而化负责 29日的会议上 又发怒强调 在解决经济问题之前 要先整顿全党崩器 种种迹象都让外界传测 北韩当地 恐面临疫情爆发的危机 归中心 中外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